你是否见过一个人 身上可以被同时贴上 曾国藩后人 首届奥运队员 正鸟之师 玩具大亨 富国李嘉诚 等显和无比的标签 而他又能在七十岁以后 进入娱乐圈 演戏掌国陈冲 与皇家居同住龙屋 这个一生的人生阅历 超过旁人五生的传奇人物 就是两货金马奖 曾弃奖不领的 香港十大演艺名人之一 李明洋 说起来李明洋这个名字 或许你并不熟悉 但是如果你还对游 是小龙和郝绍文 掀起来的 呆蒙小和尚热记游心 那么 就一定还记得 《心无龙乐》 《孝林小子》 等经典作品中 那个词想要搞怪的 非典型性方丈大师 李明洋一生被贴上 无数标签 他辉煌时日日进斗金 资产抄理加成 如今 越来越多的人 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 那么今天 便和大家一起聊聊 李明洋 坎坷不平 但波澜壮阔的一生 少年惜苦 自力成才 李明洋出生在一个 战乱不断的年代 虽然他的祖辈 曾是曾国范的军事 但因为父亲早早去世 他从小就家庭白龙 过着鸡一顿 饱一顿的生活 李明洋曾说 我自己都不知道 是如何长大的 没有变成强盗和劫匪 已经是我最大的幸运了 当时教会 为了在中国传教 经常会用 发放食物的方式 信穷人 听讲圣经 李明洋 就这样靠着 教会的施舍 活了下来 然而 聪明的李明洋 不像其他人一样 只顾了天饱肚子 他会留意外国人 说话的方式 并且慢慢学会了 用英语 与外国人交流 聪明且贫穷的小子 让教会的人格外留意 并且给他提供了 进入教会学堂 上课的机会 李明洋没有辜负 自己的聪慧 在教会学习期间 他非常受老师重视 还获得了学堂 发放的一笔 不菲的奖学金 怀揣这笔奖学金 他没有像大家想的那样 做点小生意 安身立命 而是离开家乡 决定去繁华的市里 扬厂上海 见识一下市面 希望能闯出一番新天地 上海任教 正要之师 来了上海 李明洋首先找了 一个地方安顿下来 只不过还没能找工作 一个浓眉毛大胡子的邻居 便吸引了他的注意 这个大胡子谈吐不凡 与李明洋一见如故 还要他参加自己的 青年木课版 在对方的盛情之下 李明洋成为他的学生 而这个大胡子的名字 就叫做周树仁 如果你不认识周树仁 也不要紧 或许你更熟悉 他的笔名鲁迅 在鲁迅的教导下 李明洋的木课手艺 达到提高 与此同时 他还受鲁迅影响 渴望成为一名 教书育仁的老师 因为在教会 学习了流利的口语 再加上鲁迅的引荐 李明洋顺利被招落 至上海圣约翰大学 成为体育系主任 在任教期间 他的学生 包括后来的国家级 副主席 荣誉人 港澳工作专家 鲁平等 郑洁要人 教书成绩 可谓辉煌 他还参加了 第一届奥运会 中国方队的游行 算得上是 中国奥运第一人了 在圣约翰教书期间 大概是李明洋 这一生 最快乐潇洒的时光 他截然一身 无拘无束 尽情挥洒着青春 然而 自由之后留下的 更多是深深的孤寂 在任教19年后 一次偶然的机会 李明洋的同事 因为有事耽误 剩下一张 开往香港的单程船票 于是 他随手扔给李明洋 本来 不过想让李明洋 去香港玩了一份 没想到李明洋 竟然拿着这张单程票 踏上了前往香港的游船 并且一去不回 开启了他人生的 另一段精彩旅程 独闯香港 称玩具大亨 出到香港的李明洋 一时找不到工作 只能靠给别人补习 教跳舞为生 一次朋友扭了过生日 囊中羞涩的李明洋 没钱购买贵重礼物 灵机一动 决定用手头的灵布 做一个国风浓浓的 布娃娃送给他 未曾想 这个礼物金 获得很多人赞赏 还有人专程 至李明洋家中 问他能否给自己的孩子 也做个类似的娃娃 李明洋迫于情面 不得不利用零碎时间 帮助朋友们做娃娃 然有人却提醒他 既然娃娃这么受欢迎 为何不制作成商品售卖呢 恰封李明洋 急需用钱之时 思来想去 他决定接纳朋友的建议 开始大量制作 穿糖装的布娃娃 走上街头 摆摊售卖 没想到这一脉 竟然卖出一个玩具大横 李明洋的布娃娃 大受市场欢迎 渐渐的出现 功不应求之时 他便开设自己的工厂 生意做得越来越红红 甚至外国人 都向他下订单 李氏公仔 杨明香港 李明洋成了 不折不扣的富豪 而此时的李嘉诚 才不过是一个 四处替人打工的小人物 远远无法与李明洋 相提并论 而好景不长 八十点代 国外塑料洋娃娃 开始蜂蜜香港 李明洋的国风 公仔工厂破产了 因为他曾经的 董事长头衔 导致他连救济金都领不到 不过李明洋 却没有消沉落寞 反而靠打工 维持生计 生性乐观的他 面对别人的同情 还笑呵呵的安慰到 最起码 我也享受过 日进抖金的大老板生活 如今就当做场梦 继续奋斗了 七十岁进娱乐圈 两货金马甲 生活的负担 没有把李明洋压垮 他在空闲之余 微笑的照片拍了下来 照片中的李明洋 神态自作 超脱淡然 很多人看了 就被他的情绪感染 这张照片 还被做成明信片 广为传播 他的笑容 也被称为香港的笑容 也正是因为这张照片 他被预言玫瑰公主的 萧芳芳一眼相中 邀请他参加 自己电影的拍摄 没想到电影一拍 竟然又让七十多岁的李明洋 走上了人生的一条心路 李明洋毕竟经历过 人生百态 可以很好地将对 世间的态度 融入戏剧中 再加上他神态可掬 笑容淡然 开设越来越多的电影剧组 邀请他参演 当时 有一部讲述香港底层 平民心酸生活的电影 《龙民》 缺少一个老龙民扮演者 有人便推荐李明洋试剧 李明洋经历过人生的 起起伏伏 对待可怜可悲的底层人物 有很好的见解 经过试剧 导演另一刻拍板 邀他参演 同剧组的演员 还有著名歌星 黄家居 虽然电影拍摄题材 带着浓重的悲情色彩 并且被定性为 儿童不可观看的作品 但是青年黄家居 与年迈的李明洋 在电影拍摄中 却一见如故 黄家居会在剧组 抱着自己的吉他 打唱光辉岁月 李明洋也会给黄家居 讲述自己在上海 与姑娘的爱情故事 当年自己喜欢上老师的女儿 在交往过一段时间以后 本想结婚 不料这个姑娘 却交好上海地产打亨爱气 或许是寿命立场影响 最终两人不了了之 受李明洋的爱情故事影响 黄家居透露自己 也想拍摄一部 关于初恋的爱情 还邀请李明洋 到时候参演 李明洋也愉快地接受了 然而 后来受种种原因阻挠 1993年 黄家居在录制节目时 不慎摔成重伤 不治身亡 这部电影最终也夭折腹中 李明洋为小偶的意外 伤心不已 此后 也不再轻易讲述 自己年轻时的故事 但是不管怎么说 李明洋独具个人风格的 老者形象 还是为他在电影圈 赢得一席之地 在拍摄电影《幼僧》时 李明洋饰演的通达方长 固执可爱 不同于我们想象中的 得到高僧无量 他既不打坐 也不参缠 但却总是有意无意地 开导被恩怨情仇 酷嚷的男女主角 在一场对上 陈冲饰演的公主 红嫩的戏上 他气场丝毫不输 左右开工 掌国陈冲 精彩程度 令剧组工作人员 纷纷叫好 电影播出以后 金马奖 最佳男配角提名 不过对于得奖 李明洋并没有沾沾自喜 他甚至连领奖都没有去 李明洋表示 拍电影是他的爱好 而不是为了名利 领不领奖 真的是无所谓 如果说《幼僧龙》 民两部作品 奠定了他在电影圈的地位 那么他与世晓龙 郝少文等 王仔合作的乌龙院系列 才真正的令他广为人知 在这部电影中 他扮演的是一个 不拘一格的老方丈形象 他会在世晓龙失恋以后 伴女装逗他笑 还将自己的假牙 拿给吴梦达剃胡子 王仔家老顽童的组合 在观众们心中 留下深刻的印象 以至于后来 吴梦达翻拍新版《乌龙院》的时候 观众们并不买账 没有世晓龙 郝少文 以及李明洋饰演的老方丈 哪里算得上是正宗的乌龙院呢 2008年 91岁的老人 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李明洋一生没有结婚 无人无女 以至于死后都没有人送中 可谓晚景凄凉 不过 对于李明洋来说 他的人生经历 才是真正的财富 在经历了少儿凄苦 上海闯荡 奥运队员 玩具大亨 金马影币等之后 李明洋最终寿中正气 结束了自己辉煌灿烂 又波折的一生 如今李明洋虽然已经不在 但我们也可以多重温 几遍他的经典作品 从电影中 体会他精彩 又波澜的一生 感受他异于常人的丰富怨力 也希望老人能在天堂 享受到宁静 让波折一生的灵魂得以安息